好,現場有人答對了,那畢姿你有沒有要答? 沒有 那沒關係,你至少有加一個 等一下中間下課,你再提醒我你的加分 它的快速鍵是Shift T 我現在按了之後,我來加速 我讓它快一點,你看現在開始有一些東西在動 你看這個可以拖出線來,二月的時候它在這個地方 仔細看,我們再快一點 這是天蠍座,天蠍座的心臟在這 雖然它沒有真正在天蠍座中圍環繞 但是在它附近打轉,這也都是屬於螢獲首先現象 一直差不多到這個地方,先暫停 所以各位看一下,這個是算已經到九月左右 那這前面大概是四月左右到九月左右 就在這附近打轉 這也是一個螢獲熟悉現象 OK,所以你知道嗎? 在2016年,我在二月的時候一樣,像上週一樣 我又去武林農場,武林復野度假村講形象 然後晚上我給遊客們講這個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二月去,一月底還是二月的 我就跟當時的遊客講說 我跟各位說,今年會發生螢獲熟悉現象 大概從四月開始一直到九月結束 這是螢獲熟悉現象 那什麼是螢獲熟悉呢?我就把剛才的 我就說,這螢獲熟悉是在中國古代 是一個蠻兇的 占星 就是一個蠻兇的一個現象 他不是皇帝要加崩 就是要死一大城 然後後來我就講漢臣帝的故事 講完了之後 後來那天晚上講完結束以後 就有遊客好緊張 有一個遊客就很匆忙地跑過來跟我講說 老師請問一下 請問是死前面的 還是死後面的 各位聽得懂 聽得出它的意思嗎 2016年的時候 我二月那時候講 然後遊客跑來問我說 請問是死前面的還是死後面 各位知道意思嗎 蛤? 你有講嗎 還有 中國大選 總統大選 那誰跟誰 你還記得嗎 還有誰 還有誰 前面那個是 19 答對了 我也給你加分 不錯 因為2016年是總統大選 然後 而且那時候已經選完了 然後各位知道嗎 2016年的 5月20號是總統要上任 那 前面是小馬哥 後面是小菱姐 所以那個遊客很充滿他來 老師請問是死前面的還是死後面的 那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在中國的占星來講 那個營獲手心現象 雖然可能是大胸 可是你知道嗎 在歷史的紀錄上 大概有20幾筆的 營獲手心的紀錄 但是事後後來發覺 有17筆 是造假的 但是 那幾個真的也沒有人求證 到底後來有沒有發生真正的 皇帝架崩 或者是死一大城的事情 沒有真正確認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那我們就 你也不要緊張 我們就 那個 也來觀察一下 因為今年 那時候今年2016年 二月 我們就來觀察一下 看這個 中國的占星 這到底是真的還講的 然後呢 他稍微 有點安心的就離開了 結果馬上就逮捕過來一個遊客 老師 我跟你說 我覺得 不是死台灣的 應該是死大陸的 我說為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是從大陸傳過來的 所以應該是死大陸的 喔 我就覺得 然後結尾你知道嗎 那個什麼 你看到現在來講 請問 當時2016年 有哪一個總統 或者是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有死掉嗎 沒有 有死一大城嗎 有死什麼大城嗎 沒有啊 OK 而且 當時的 那個 那個 習大大又變得 那 在那 後面那段時間 還幾乎 像是一個 帝王的君主一樣 所以 你 這個 真的 跟那個 沾心來講 有什麼特別不一樣嗎 沒有 OK 所以我說 不管 剛才在上課前 我有聽到後面在討論 上升星座 有沒有 那個月亮星座 還有我口頭順便 因為聽到我順便講一下 我們知道 大家每一個人的星座叫做太陽星座 對不對 太陽星座 你知道為什麼叫太陽星座嗎 因為你們的星座在你出生那一天 地球上的人看太陽 太陽的背後遙遠的 就是我們視線上看過去 背後在哪 那個什麼 太陽在哪個星座上面 那你就是那個星座 這叫做太陽星座 可是我就說 你的星座在當晚是看不到的 因為太陽太亮了 除非你的這個我們的地球 過了半年 繞到太陽的另外一邊 這時候你再往後 往另外一個 那個方向看 你才可以看到你的星座 所以你的星座 都適合隔半年再來看 然後 什麼叫月亮 月亮星座 月亮星座 也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天 地球上的人看月亮 月亮的背後是什麼星座 你的月亮星座 就叫什麼星座 可以嗎 那什麼叫上升星座 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刻 哪一個星座 剛好從東方地平升起 你的上升星座 就是那個星座 這樣了解嗎 所以 我跟各位講 如果 當然你給我國立日期 我可以說你的國立星座 就是太陽星座 如果你給我 農曆的日期 我可以幫你算 你的月亮星座是什麼 那如果你再給我 你的出生的時程 我就可以幫你算 你的上升星座是什麼 OK 當然啦 現在網路上都很厲害 你只要打入你的 你就打上升星座 月亮星座 它就會給你 讓你輸入你的生日 然後你是幾點出生的 它自然會幫你算出 你的太陽星座 月亮星座 上升星座 甚至水星 等等的這些星座 水星啊 金星的星座 我怎麼發覺我這邊 一直在逼逼逼 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錄影的 是你的 我以為是我的 我的那個 錄影的 那個煤電 好 來 那 我再插題講一個 那個 這是 迎貨守星 我來講一個 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 中國的 摘星史上 也有一個名詞 叫做五星連珠 各位可能都有聽過 五星連珠是什麼 就可能是五顆衛星 五顆行星 可能還搭配月亮 這個衛星 五顆行星 或者是再加上月亮 這樣只要是五顆 在天上大概是 它通常不是排身一隻 大概是在某一個 視角上頭 它類似在實體上 它排成一線 那就叫五星連珠現象 那各位覺得五星連珠 算是 兇險還是吉祥的象徵 你們認為 它是代表吉祥的象徵 它是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明君在位 明君在 可是歷史上 歷史上 曾經有兩次的五星連珠現象 史學家不記載 為什麼呢 一次發生在呂後亂政 一次發生 等一下呂後各位知道吧 呂後是誰 漢朝 漢高祖流方的太太 對不對 OK 結果後來到最後那個什麼 呂後後來把持 就是比如說在那個漢高祖那個死的時候 他有點把持朝政一陣子 OK 所以把 等於說把朝廷 用得有點亂 那 當時發生了五星連珠的現象 使學家不記載 他覺得說 我如果記載這件事情 我就承認了呂後是個明君 所以我不想記載 所以這個是歷史上沒有記載的一件事情 然後後來一直發生到唐朝 也有一次的事情沒有記載 發生在什麼時候 叫唯後亂政 唯是唯小寶的唯 唯後亂政 唯後亂政是什麼呢 唯後是在武則天之後的一個公主 也是一個皇后 一個皇后 一個皇后 然後呢 他也想仿效武則天 來把持朝政 來當皇帝 結果後來 就在他那段時間 那個什麼 就是他在亂政的那段時間 發生了五星連珠 可是後來 馬上就被推翻了 他當還沒成立朝代 就被推翻了 就被殺了 所以事實上 那個 偽後亂政那段時間 發生了五星連珠的現象 民軍 那個什麼 史學家也是記載 因為他覺得我如果一記下去 我也承認他是民軍 所以他也是記載 結果你知道嗎 我們最近又是 各位已經出生的年代喔 有些人恐怕還沒出生 請問 2002年出生了嗎 都出生了 好 請問 來趕快搶答 2002年是哪一任總統 那個 那個 好 答對了 就是陳水扁總統 我們先不論他是不是民軍 我們先不論 其實我跟你講 他 他在做台北市 他以前是台北市長 其實他在台北市長是做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其實他在第一任總統的時候也是做得不錯的 那我們先不論他 他的那個 貪污是怎麼樣子 我們先不認 我們先不管 結果呢 2002年那一次發生了五星連珠現象 然後 那我再問一下 看各位的 那個 政治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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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印象 來到